这锅是不是一个人买过多少这个驴肉了 一个人有客户过来的时候 买过一个整驴的都有 他们给他卤一锅 今天在黄安遇到一家驴肉馆 祖传无家老大驴肉馆 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地 最正宗最有名的一家驴肉了 哇 这锅好 大锅里煮的是什么肉啊 这是驴肉 这一锅有多少斤的 这一锅有两百多斤 接近三百斤了这一锅 这颜色还挺深的 这是老汤 我们全部都是用老汤做的 老汤有多少年 百年老汤 百年老汤 百年老汤了 这个老汤是不是都是这种颜色 老汤都是这种颜色 就黑色的这种 就是上面这一层是浮油 浮油 像这种清淡一点的这是老汤 看着这颜色颜色还比较轻是吧 那是浮油 葱油 百年老汤就是大概一百年左右 从做驴肉一直传下来 这个老汤都没换过 就是用这种老汤的味道才可以 那我看来旁边好多都是无这个无那个的 那你有关系没有 有有有 我们这都是一个大家族 这五老大是哪边开始算的 从老爷爷 你老爷爷 从爷爷的发吧 对对对 他那边是老大 对对对 那你们家这这应该是正总的 都分开了 都做了 开了 你们最高的时候一天 最高地露的时候一天 卖过多少斤这个驴肉 一天那是两个锅不停 八九头吧 八九头 那一天卖多少钱 大概是投入下半 大概有个一二十块 对 这边属于吃这个驴肉的 你专门吃驴肉的地方还 对 我们形成一个 我们合则当地的名吃 这是 这是一个美食 美食啊 咱这边做多长时间了 我们这个地儿有四十多年了 在这边 就在这一个位置 这四十多年了 这边你看你是年轻啊 我是九一 我做了有七八年了 你是从这个父亲那边借过来的 对对对 现在宿命这边还在做吗 一直都做 在一起 对对 咱这个大概有多少年历史了 我们这个驴肉的文化历史 大概有六百多年了 六百多年了 六百多年了 那是什么时候大战 具体那个哪个朝代 我还见不清楚 到你这一代有多少代了 我这代是第十五代 第十五代 那你们这个秘方传不传外人呢 我们这个秘方是不教的 都是自家经营的 自家经营 就是只教你们姓吴的 这一部一部玩家穿 对对对对 那么多这个无质 老大呀老街啊 这一切味道一样吗 肯定不一样 各有各的 现在有了这么多代了 各有各的味道了 都是 咱这锅大概直径多少 直径一米 直径一米的 能放多少肉 放满的话 能放三百多斤吗 这已经每天这一锅已经充满了 正常的话就是平时淡季的话就是一大锅 但是暖一些都是这样子 马上就鸭锅 对 那上面那个那是鸭驴肉的东西是吧 鸭锅石 鸭锅石啊 这个鸭锅石我看能报警了 这个鸭锅石也是很多年了吧 那有年份了 鸭锅石 鸭锅石 这个鸭锅石你还要 对 一直在煮肉 一块石头是吧 大概多少年了这个 是啊 那这个比我的年龄是大 看下鸭锅石是不是鸭肉冒出来了 对 鸭肉锅上来了 压过石头 这个必须要压哈 压着的时候 防止这个肉往上飘 这个大概有多少斤啊 这个石头 有二三十斤吧 二三十斤 你这一锅大概卤多少时间呢 七个小时 这是凌晨三点钟都开始卤 到早上九点钟四点的 一锅上有七个小时 对对对 因为我们选 不到半年都 这种野生包这边 不是饲养的 一只这种小火曼根 对 你要是激火的话 它味道都不一样 咱这个料包应该是核心啊 那肯定了 这种有三十多种种口药 三十多种种口药 这种包有四个包 四个 里面有四个 四个这种包 咱们就是只卤驴肉 就是驴杂啥有没有 我们卤都是全驴 全驴是吧 全驴包括整头驴都在一起卤 比如驴头啊 驴蹄啊啥都有 都有都有都有 现在卖多少钱一斤呢 现在我们是八十一斤 八十一斤啊 一个价嘛 驴肠驴肉啥 都是一个价 都是一个价 这个在你的记忆里 最便宜的驴肉是多少钱一斤啊 对 三十多 那时候又是七八块嘛 再早的话 我知道的时候有两三块 这是熟了 我给你捞一下 好嘞 行 这个是驴 驴脖头 脖子那一块 脖子那一块 这个部位比较 活动量比较大 我捞的这个部位是腱子 驴腱子肉 驴腱子肉 最好吃的哪个一块啊 最好吃的 我感觉这个腱子肉也不错 一层一层肉 这是板肠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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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硬是 还是你还不舍板肠 是这个板肠肉啊 对对对 这是驴石 我们这是整驴啥都有 这是全驴 部屋上都有 这个是驴前肯 在伯徒的 抱着肯过瘾 哪有这么多驴啊 我们都是从东北新疆 甘肃那边一带 拉过来的草原 那模的 福晋的驴可能像你们都吃完了 是不是 福晋也有个私养的 我们用的都是 选的都是外地散养的 可以啊 这个是驴排骨 这还有多长时间呢 这一锅 再涨两个点 两个小时差不多 这是一炉五小时是吧 这一锅能卖多少钱呢 这一锅能卖一万多 一锅就一万多 一万五左右 一万五左右 一天搞两锅 我们就是平时的话 一天就这一锅 夏天嘛 比较还是淡季 冬天的话一天就两锅 这很多外地人过来买吗 差不多 几乎都是从外面 特意来赶过来吃我们的驴肉 这是咱们这个 华安驴肉出名了 对 最多的是一个人买过多少这个驴肉的 一个人有客户过来的时候 有送礼啦 买过一个整驴的都有 他们给他卤一锅 然后他给他打包 一锅一锅买的都有 对对对 剩驴肉多少钱一斤呢 剩驴肉得五十五 我们都是现彩的 我们还是以熟肉为主 那这一斤生的能出多少 能出六两吧 六两 六两 烧了柴火又 柴火炖驴肉 这回家就是直接吃就行了 不用再炒这个了 不用了 这是卤好的 直接回家那个 直接吃就可以了 这已经都是入味的 这个带不带辣味啊 不带辣 是无香的 无香的 嗯 鲁锡的名师呀 有年代了呀 看这个合影牌真是个大家族呀 看这个合影牌真是个大家族呀 对 你又用这个柴火炖的话 对 这是最基本的产品商品 就是 从老后我们也没换过 哦 必须木柴 味道好是吧 味道 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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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这个 这个是加这个吃的是吧 嗯 大概你从哪来的 我听说这边的口味好 就过来尝尝 啊 一百块钱 也不加什么配菜是吧 就纯肉 对纯肉 也可以加青辣椒 哎呀 这技术啊 这个扫饼是特制的哈 对 只要把口子搞开就可以了 它就一割就可以了 嗯 口袋磨啊 这有加驴肉打的 这也跟那个 嗯 这有别的烧饼还不一样 山东独立的烧饼 嗯 烧饼多少钱一个呀 烧饼一块五 五块五 一个下来的一个烧饼二十块钱 这样算比这个热鸭门花算 嗯 你的肉多呀 还是驴肉 嗯 对对 从外地开车过来买驴肉火烧的 不是 买这个驴肉 烧饼加驴肉的 烧饼加驴肉的 这也是 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了 一百年了 一百年了 多钱呢这是 这是五十 五十 加两个饼 两个烧饼啊 这能吃爽啊 对这过瘾 这是肉炸馍 真正的肉炸馍 哈哈哈 一个实惠 哦 加点汤汁啊 吃的时候会爆姜的感觉 加汤汁 对对对 早上起来之后不吃包子 那对啊 就吃驴肉烧饼 驴肉烧饼啊 过瘾吗 看着 太过瘾了 非常过瘾 真棒啊 看着它真没肉 它实际上 把它肉吃完之后 真的真不少 好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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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吧